盘点十位实力派中国男演员内地港台各战半壁江山 代表作品全民目击独占三枪派案惊奇征服潜伏一代枭雄男人帮人间正道士沧桑好先生主要成就中国电视精英讲官众喜爱的电视剧男演员 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最具人气男演员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最佳艺术表演奖 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两届上海电视节白月蓝奖最佳男演员孙宏雷的主战场 还是电视剧但是他所造的经典角色太多了 征服中残忍狂妄的黑帮老大刘华强大工匠 中感爱感恨的八级段公养老三 潜伏中外表是俗圆华但是内心坚强的共产党员于泽成等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入选里有好坏都能演戏路很宽 第九名黄秋生 代表作品《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 伊波拉病毒野兽刑警主要成就两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两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两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三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黄秋生主要饰演电影也拍过少量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剧集 凭借《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和《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和《1998年影片野兽刑警》两次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2003年黄秋生凭借助《五简道》赢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2005年黄秋生更凭注头文字低 再赢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黄秋生是香港影坛的一个异类 在香港这样的商业土壤中能够诞生这样一位全面的实力派人物 是非常令人庆幸的 他是那种你只要给他一个上档次的剧本 他就能做到征服人心的鬼才 入选理由一正一血演技超群 唯一的缺点是不挑剧本 烂片拍得太多了 第八名张家辉代表作品低压草机战 现人赤道扫毒大追捕证人 千网之网2000赌辖1999主要成就 两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第1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男主角 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 两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男演员 张家辉是最近十年香港最炙手可热的实力派演员 他的演技也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苦工磨练出来的 从一开始只能演各种配角 到被王金捧红成为出名的喜剧演员 最后再转型为实力派影帝 可以说张家辉相当的励志了 直到2008年张家辉与谢霆锋张晋初合作主演 证人其最近十年他频繁出现在金像奖金马奖的提名中 也屡次获奖 这些都是对他演技最好的肯定 入选理由虽天资平平 但后天的努力造就了他今天的地位 第七名唐国强代表作品三国演义 雍正王朝 开国领袖毛泽东 绝对权力 大敦煌 贞观长歌 长征 建国大业 毛泽东主要成就第0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最佳男演员 第17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男主角获得了两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优秀男演员 获得了两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观众喜爱男演员 第20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导演 唐国强老师 是公认的老戏古 国宝级演员 其演过的角色也大多经典 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尤其是帝王将相一类的 尤其是诸葛亮和毛泽东 就这两个角色 我看是男友来者可追了 入选里由演技高超 演过诸多经典角色 人民艺术家 第六名 吴枕玉 代表作品 《牵火》 《武剑斗2》 《冲上云霄》 《朱丽叶与梁山博》 《公元2000》 《爆裂刑警》 《男兄男弟》 主要成就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 《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 《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提名》 《三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 《最佳男演员》 《两届香港电影金紫巾》 《最佳男配角》 吴枕玉也是从跑龙套混 启然后磨练出神 一般演技的出色演员 他演反派是一绝 略带神精致的演出 和四次入扣的《摄人眼神》 演技真的非常专业 他通常入戏都很快 还有拍戏不看剧本的习惯 不过他的发挥跟表演绝对是一流的 这得益于吴枕玉 把角色的性格拿捏得几乎无限可击 演的时候只需全身心投入 而不完全受剧本制约 第五名 王志文 代表作品 《青磁》 《男行记》 《宽恕》 《手机》 《幌承耕》 《耳播白影》 《像春天一样》 和你在一起 感动生命 《大丈夫》 《主要成就》 第十四届中国电视剧 《飞天奖》 优秀男主角奖 第九届白月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最佳男演员 第二十届上海电视节 白月兰奖 最佳男演员 当然不可否认 从奖项数目来说的话 王老师比他身后几个都不占优势 但是演技不是只看拿了多少奖 毕竟拿奖还和人气有关系 王老师属于学院派的演技大师 作为中习的老师 王志文对于表演这个行当 研究的很透彻 他的表演非常生动 信念 注重细节 精确地把握了喜剧与悲剧的要素 情感吸引得甚未动人 入选里由演技学院派最佳代言人 第四名 梁家辉代表作品 智趣 微虎山 寒战 长恨歌 黑社会 情人 爱在别乡的季节 九十二 黑玫瑰对黑玫瑰 了不起的爸爸主要成就 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奖 第二十七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 第十四届香港电影评论 学会奖最佳男演员 第四十四 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男配角 第二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 梁家辉在香港电影史上 已经成为一个传奇 金像奖次数仅次于梁朝伟 梁家辉最为人称道的 就是他宽广的戏路 从初登荧幕的庙堂之高 到快一安愁的江湖之远 从风尘仆仆的市井浪子 到风度翩翩的异国情人 从呆头憨恼的懦弱书生 到好勇斗狠的黑帮大佬 梁家辉塑造的电影形象 几乎没有重负的痕迹 并且都能准确把握人物脉搏 做到人物性格和特定环境的和谐统一 他风趣幽默 相貌骨骼灵脚尖锐 却搭配的极有性格 极具古典神韵 却又格外英气勃发 他多变 你完全看不透 他是哪一类演员 入选里有宽广的戏路 精湛的演技 第三名 陈道明代表作品 末代皇帝 维承 康熙王朝 我的1919 唐山大地震 楚汉传奇 1942 归来主要成就 两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男演员奖 两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优秀男主角 第二十届中国电影金基奖 最佳男主角 第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优秀男演员 第四届亚太电影大奖 最佳男演员 陈道明是真正的表演艺术家 塑造的人物都有很强的张力和贴合力 以至于你怀疑他就是剧本里的那个人了 从康熙王朝里的康熙大帝 到楚汉传奇中的刘邦 在《道归来》中的录音时 他的演技都堪称教科书级别 入选里有演艺界的真正艺术家 充满张力的表演 第二名梁朝伟 代表作品 吴剪道 花样年华 春光乍蟹 重庆森林 册 届2046天下无双 海上花 英雄 赤壁 一代宗师主要成就 第53届贾纳国际电影节 最佳男演员 获得5届香港电影金像 奖最佳男主角 获得3届台湾电影金 马奖最佳男主角 获得3届香港电影金 紫金奖最佳男主角 获得2届香港电影金 像奖最佳男配角 梁朝伟外形 清俊 细路宽广 无论是严肃文艺 还是搞笑喜剧 艺术片 或商业武侠片 皆能胜任自如 是香港杰出实力派演员的代表 他是金像奖励史上 获奖最多的演员 也是仅有的华人夹那影帝 梁朝伟最会演戏的是 他那对有神的眼睛 里面总是透露住忧郁 实力无需多言 那么多奖项 就是最好的平整 入选理由演技超群 获奖无数 第一名 李雪剑代表作品 郊玉路 杨善舟 水浒传 可望搭错车 美丽人生 富矮如山 少帅主要成就 第十一届中国电视剧 飞天奖最佳男配角 第09届中国电视 精英奖奖最佳男主角 第十一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第十四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最佳男主角 两届借中国电影 华表奖优秀男演员 第五十届台湾电影 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也堪称骨灰及细鼓的代表 得一双心的老艺术家 低调作人 踏实演戏 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经典角色 如郊玉路 杨善舟 秦王 宋大成 宋江等等 无需多言 李雪剑老师 被众多大咖功认为 最会演戏的男演员 入选理由 得一双心老艺术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